第四十三回 贾丽魁简静杰丹人 黑旋风已领杀四虎 诗曰 家住宜州翠岭东 杀人放火 自行凶 阴餐虎肉长驱剑 好吃人心 两眼红 闲向西边魔剧府 闷来研判 卓乔松 有人问我名何姓 汉天摇地 黑旋风 话说丽魁道 哥哥 你且说哪三件事 禁医 宋江道 你要去一州一水县搬去母亲 第一件敬回 不可吃酒 第二件 因你性极 谁肯和你同去 你只似悄悄地娶了娘便来 第三件 你使得那两把板斧 修要带去 路上小心在意 早去早回 李魁道 这三件事 有什么依不得 哥哥放心 我只今日便行 我也不住了 当下 李魁夜渣的爽力 只跨一口腰刀 提条泼刀 带了一定大银 三五个小银子 吃了几杯酒 唱个大惹 别了众人便下山来 过金沙滩去了 朝盖宋江并重头领 送行以罢 回到大寨里 聚一厅上坐定 宋江放心不下 对众人说道 李魁这个兄弟 此去必然有失 不是众兄弟们 谁是他乡中人 可与他那里探听个消息 杜谦便道 只有朱贵原是宜州以水县人 与他是乡里 宋江听罢 说道 我却忘了 前日在白龙庙聚会时 李魁已自认的朱贵是同乡人 宋江便请人去请朱贵 小喽喽飞报下山来 直至殿里 请得朱贵到来 宋江道 仅有李魁兄弟前往家乡搬去老母 因他久幸不好 为此不肯差人与他同去 成空路上有失 我们难得知道 金知贤弟是他乡中人 你可去他那里探听走一走 朱贵答道 小弟是宜州以水县人 现在一个兄弟换作朱负 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 这李魁 他是本县百丈村董殿东住 有个哥哥换作李达 专与人家做长工 这李魁自小凶丸 因打死的人逃走在江湖上 一向不曾回归 如金卓小弟去那里探听也不妨 只怕店里无人看管 小弟也多时不曾还乡 依旧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 宋江道 这个无人看店不必你忧心 我自叫侯见石勇 替你暂管几日 朱贵领了这言语 相辞了众头领下山来 便走到店里收拾包裹 交个铺面与石勇猴见 自奔一周去了 这里宋江与朝盖在寨中每日研习 饮酒快乐 于无学就看习天书 不在画像 且说李逵独自一个离了梁山坡 取鹿来到以水县界 鱼鹿李逵端地不吃酒 因此不惹事 吾有话说 行至以水县西门外 见一促人围着榜看 李逵也立在仁丛中 听着读道 榜上第一名 正贼宋江 喜运城县人 第二名贼 歹宗 喜江州两院押育 第三名丛贼李逵 喜宇州以水县人 李逵在背后听了 正在指手画脚 没坐奈何处 只见一个人抢上前来 拦腰抱住 叫道 张大哥 你在这里做什么 李逵扭过身看时 认得是汉帝忽律诸贵 李逵问道 你如何也来在这里 诸贵道 你且跟我来说话 两个一同来西门外 进村一个酒店内 直入到后面 一间净房中坐了 朱贵指着李逵道 你好大胆 那榜上明明写着 赏一万罐钱捉宋江 五千罐捉代宗 三千罐捉李逵 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 唐货被眼疾手快的拿了宋官 如之奈何 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 不肯叫人和你同来 又怕你到这里做出怪来 续后 特使我赶来探听你的消息 我持下身来一日 又先到你一日 你如何今日才到这里 李逵道 便是哥哥吩咐叫我不要吃酒 以此路上走得慢了 你如何认得这个酒店里 你是这里人 家在哪里住 朱贵道 这个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傅家里 我原是此间人 因在江湖上做客 消失了本钱 就与梁山破落草 今次方回 便叫兄弟朱傅 来与李逵相见了 朱傅置酒管代李逵 李逵道 拿哥哥吩咐叫我不要吃酒 今日我已到乡里了 便吃两碗 打什么鸟紧 朱贵不敢阻挡他 由他吃 当夜 直吃到四更时分 安排些饭时 李逵吃了 趁五更小心残月 霞光明朗 便投村里去 朱贵吩咐道 修从小路去 只从大破树转弯 投东大路 一直往百丈村去 便是董殿东 快娶了母亲来 和你造回山寨去 李逵道 我自从小路去 却不尽 大路走 谁乃烦 朱贵道 小路走多大重 又有城市多包裹的 捡径贼人 李逵应道 我却怕甚鸟 带上粘铃 踢了坡刀 跨了腰刀 别了诸贵诸腹 便出门 投百丈村来 约行了数十里 天色渐渐微明 去那路草之中 赶出一只白兔来 往前路去了 李逵赶了一指 笑道 那畜生 倒引了我一程路 有诗为证 山静齐驱 静腹深 西风黄叶 满树林 欧逢双腐楼罗汉 横索行人 买露金 正走之间 只见前面 有五十来株 大树丛杂 十值新秋 一耳正红 李逵来到树林边乡 只见转过一条大汉 鹤道 是会的 留下买路钱 免得夺了包裹 李逵看那人石 戴一顶红圈抓脚头巾 穿一领粗布纳袄 手里拿着两把板斧 把黑墨插在脸上 李逵见了 大喝一声 你这死是什么鸟人 敢在这里捡径 那汉道 若问我名字 吓碎你心胆 老爷叫做黑炫风 你留下买路钱并包裹 便饶了你性命 容你过去 李逵大笑道 没你娘鸟姓 你这死是什么人 哪里来的 也许老爷明目 在这里弧行 李逵挺起手中泼刀 来奔那汉 那汉哪里抵挡得住 却带要走 早被李逵 腿骨上一坡刀 朔翻在地 一脚踏住胸脯 喝道 认得老爷吗 那汉在地下叫道 嘿爷爷 饶住孩儿性命 李逵道 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 黑炫风李逵便是 你这死辱墨老爷名字 那汉道 小人虽然姓李 不是真的黑炫风 为是老爷江湖上有名目 提起好汉大名 神鬼也怕 因此小人 道循爷爷名目 胡乱在此捡静 但有孤单客人经过 听得说了黑炫风三个字 便拼了行李奔走了去 以此得这些利息 实不敢害人 小人自己的贱名 叫做李鬼 只在这前村住 李逵道 谱奈这丝无礼 却在这里 夺人的包裹行李 却坏我的名目 学我使两把板斧 且叫他先吃我一斧 踢手夺过一把斧来 便砍 李鬼慌忙叫道 爷爷 杀我一个 便是杀我两个 李逵听得 住了手问道 怎能杀你一个 便是杀你两个 李鬼道 小人本不敢减净 家中应有个九十岁的老母 无人养善 因此小人 担其爷爷大名 吓唬人 夺些单身的包裹 赡养老母 其实并不曾敢害了一个人 如今爷爷杀了小人 家中老母必是恶杀 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 听得说了这话 自肚里寻思道 我特地归家来娶娘 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 天地也不幼我 爸爸 我饶了你这丝性命 放将起来 李鬼手提着斧 那头便拜 李逵道 指我便是真黑炫风 你从今以后 就要坏了俺的名目 李逵道 小人金帆得了性命 自回家改业 再不敢以这爷爷名目 在这里捡净 李逵道 你有孝顺之心 我与你十两银子做本钱 便去改业 李逵拜谢道 重生的父母 再长的爹娘 李逵便取出一定银子 拔与李鬼 败谢去了 李逵自笑道 扯死去撞在我手里 既然他是个孝顺的人 必去改业 我若杀了他 也不合天理 我也自去修 拿了坡刀 一步步 投山屁小鹿而来 走到四排十分 看看肚里又饥又渴 四下里都是山静小路 不见有一个酒店饭店 正走之间 只见远远的山凹里 露出两间草屋 李逵见了 奔到那人家里来 只见后面 走出一个妇人来 抓紧病便 插一簇野花 插一脸胭脂千粉 李逵放下坡刀 道 嫂子 我是个过路客人 肚中饥饿 寻不着酒食店 我与你一贯足钱 让你回些酒饭吃 那妇人见了李逵这般模样 不敢说煤 只得达到 酒便没处买 饭便做些 与客人吃了去 李逵道 也罢 只多做些个 整肚中饥出鸟来 那妇人道 做一生米不少吗 李逵道 做三生米饭来吃 那妇人向厨中烧起火来 便去西边淘了米 将来做饭 李逵却转过屋后 山边来静守 只见一个汉子 颠手颠脚 从山后归来 李逵转过屋后听时 那妇人正要上身讨菜 开后门见了 便问道 大哥 哪里闪那了腿 那汉子应道 大嫂 我险心和你不思见了 你倒我会鸟气吗 只望出去寻个单身的过 整整的等了半个月 不曾发誓 否能今日摸着一个 你倒是谁 原来正是那真黑旋风 却很撞着那驴鸟 我如何递得他过 到吃他一波刀 朔翻在地 定要杀我 使我假意叫道 你杀我一个 却害了我两个 他便问我缘故 我便告道 家中有个九十岁的老娘 无人赡养 定时饿死 那驴鸟真个信我 饶了我性命 就与我一个银子做本钱 叫我改了夜养娘 我恐怕他醒悟了 赶将来 且离了那林子里 僻静处睡了一会儿 从后山走回家来 那妇人道 嗖 休要高声 却在一个黑大汉来家中 叫做饭 莫不正是他 如今在门前坐地 你去张一张看 若是踏实 你去寻些麻药来 放在菜内 叫那丝吃了 麻烦在地 我和你 却对付了他 谋得他些金银 搬往县里住去 做些买卖 却不强死在这里捡径 李奎已听得了 便道 婆奈这思 我倒与了他一个银子 又饶了性命 他倒又要害我 这个正是情理难容 一转 学到后门边 这李奎却在出门 被李奎劈脚揪住 那妇人慌忙 自往前门走了 李奎捉住离鬼 按翻在地 身边撤出腰刀 早割下头来 拿着刀 去奔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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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妇人时 正不知走哪里去了 再入屋内来 去房中搜看 只见有两个竹笼 乘些旧衣上 地下搜的些碎银两 并几件拆还 李奎都拿了 又去离鬼身边 搜了那定小银子 都打附在包裹里 却去锅里看时 三生米饭早熟了 只没菜书下饭 李奎盛饭来 吃了一回 看着自笑道 好吃汉 放着好肉在面前 却不会吃 拔出腰刀 便去离鬼腿上 割下两块肉来 把些水洗净了 灶里爬些炭火来便烧 一面烧 一面吃 吃得饱了 把离鬼的尸首 托放屋下 放了把火 提了坡刀 自投山路里去了 那草屋被封一山 都烧没了 有尸为证 劫略之才害善良 谁知天道将灾殃 家园荡尽身遭路 到此范围 没下场 李奎赶到 懂电动时 日以平息 竟奔到家中 推开门 入进里面 只听着娘 在床上问道 是谁入来 李奎看时 见娘双眼都忙了 坐在床上念佛 李奎道 娘 铁牛来家了 娘道 我儿 你去了许多时 这几年 正在哪里安身 你的大哥 只是在人家 做长工 只博得些饭食吃 养娘 全部济世 我如常思量你 眼泪流干 因此瞎了双目 你一向正是如何 李奎寻思道 我若说在梁山坡落草 娘定不肯去 我只假说便了 李奎应道 铁牛如今做了官 上路特来娶娘 娘道 嫩得却好也 只是你怎生和我去的 李奎道 铁牛背娘到前路 却密一辆车再去 娘道 你等大哥来 却商议 李奎道 等做什么 我自和你去便聊 恰待要行 只见李达提了一罐子饭来 入德门 李奎见了 便拜道 哥哥 多年不见 李达骂道 你这次归来则慎 又来付累人 娘便道 铁牛如今做了官 特地加来娶我 李达道 娘啊 修信他放屁 当初他打杀了人 叫我披家带锁 受了万千的苦 如今又听的 他和梁山坡贼人通通 接了法场 闹了江州 现在梁山坡 做了强盗 前日江州 行医公文到来 着陆园急追捕正身 去要捉我 道官彼捕 又得财主 替我官司分离说 他兄弟 已自十来年 不知去向 亦不曾回家 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 貌共相惯 又替我上下使钱 因此 不吃官司 帐献追要 现今出榜 上三千罐捉他 你这思不死 却走家来 胡说乱道 李逵道 哥哥不要焦躁 一发和你 同上山去快活 多少是好 李达大怒 本蛋要打李逵 却又敌他不过 把饭罐 撇在地下 一直去了 李逵道 他这一去 必然抱人来捉我 却是脱不得身 不如及早走吧 我大哥从来 不曾见这大银 我且留下一定 五十两的大银子 放在床上 大哥跪来见了 必然不敢来 李逵便解下腰包 取一定大银 放在床上 叫道 娘 我自背你去修 娘道 你背我哪里去 李逵道 你修问我 只顾去快活便了 我自背你去 不妨 李逵当下背了娘 提了坡刀 出门往小路里便走 却说李达 本来财主家报了 领着十来个庄客 非也似赶到家里看时 不见了老娘 只进床上 留下一定大银子 李达见了这定大银 心中蠢道 铁牛留下银子 背娘去哪里藏了 必是梁山坡有人和她来 我若敢去 倒吃她坏了性命 想她背娘 必去山寨里快活 众人不见了李逵 都没坐理会处 李达却对众庄客说道 这铁牛背娘去 不知往哪条路去了 这里小路甚杂 怎能去赶她 众庄客见李达 没理会处 各自回去了 不在话下 这里只说 李逵怕李达领人赶来 背着娘 只奔乱山深处 辟静小路而走 看看天色晚了 但见 木烟横远袖 素雾锁其风 雌鸭缭乱投林 白鸟喧呼傍树 行行验阵坠长空 飞入芦花 点点荧光明也静 偏依浮草 毛经家路 经文耕骨之声 古木悬崖 实践龙蛇之影 卷起金风 飘败夜 吹来霜气 布深山 当下李逵 背娘到岭下 天色已晚了 娘双目不明 不知早晚 李逵却自认得 这条岭 换作仪岭 过那边去 方才有人家 娘两个 趁着星明月朗 一步步 挨上岭 来 娘在背上 说道 我儿 哪里掏口水 来我吃 也好 李逵道 老娘 且带过岭去 借了人家安歇了 做些饭吃 娘道 我日中 吃了些干饭 口渴得当不得 李逵道 我喉咙里 也烟发火出 你且等我背你到岭上 寻水与你吃 娘道 我儿 端得可杀我也 救我一救 李逵道 我也困倦得要不得 李逵看看 挨得到岭上 去树边 一块大星石上 把娘放下 插了坡刀在侧边 吩咐娘道 耐心坐一坐 我去寻水来你吃 李逵听得西剑里水响 闻声寻将去 爬过了两三处山脚 到得那西边看时 一溪好水 怎见得 有诗为诗 穿崖透贺 不辞牢 愿望方知 处处高 西剑岂能留得住 终归大海 做波涛 李逵巴到西边 旁起水来自吃了几口 旁起水来自吃了几口 寻思道 怎能够得这水去 巴玉娘吃 力气伸来 东关西望 远远的山顶上 见个安儿 李逵道 好了 攀腾懒格 上到岸前 推开门看时 却是个四周大圣祠堂 面前有个石香炉 李逵用手去多 原来却是和坐子凿成的 李逵拔了一回 哪里拔的洞 一时兴起来 连那坐子多出 前面石接上一颗 把那香炉磕浆下来 拿了再到西边 将这香炉水里浸了 拔起乱草洗得干净 挽了半香炉水 双手擒来 再寻旧路 夹七夹八走上岭来 到得松树里边 石头上不见了娘 只见坡刀插在那里 李逵叫娘吃水 药无踪迹 叫了几声不应 李逵定住眼 四下里看时 寻不见娘 走不得三十余步 只见草地上一段血迹 李逵见了心里越疑惑 趁着那血迹寻将去 寻到一处大洞口 只见两个小虎 在那里是一条人腿 李逵心里寸道 我从凉山坡归来 特为老娘来娶她 千辛万苦背到这里 却把来与你吃了 那鸟大虫拖着这条人腿 不是我娘的是谁的 心头火起 赤黄须树立起来 将手中坡刀挺起 来朔那两个小虎 这小大虫被朔得慌 也张牙舞爪 钻向前来 被李逵守起 先朔死了一个 那一个往洞里便钻了入去 李逵赶到洞里 也朔死了 却钻入那大虫洞内 李逵却便浮在里面 张外面时 只见那母大虫张牙舞爪 往窝里来 李逵道 正是你这夜处 吃了我娘 放下坡刀 跨边撤出腰刀 那母大虫到洞口 先把尾去窝里一捡 便把后半截身躯 坐浆入去 李逵在窝内看得仔细 把刀朝母大虫围底下 尽平生气力舍命一戳 正中那母大虫奋门 李逵使得力重 和那刀把也直送入肚里去了 那老大虫吼了一声 就洞口带着刀 跳过剑边去了 李逵却拿了泼刀 就洞里赶浆出来 那老虎腹腾 只抢下山石岩下去了 李逵恰带要赶 只见旧树边卷起一阵狂风 吹得半夜树木 如雨一般大僵下来 自古道 云生从龙 风生从虎 那一阵风起处 星月光辉之下 大吼了一声 呼地跳出一只 吊金白鹅虎来 李逵看了大虫 但见一声吼叫轰霹雳 两眼圆针闪电光 摇头摆尾 七存笑 五爪张牙 但敌良 那大虫望李逵 事猛一扑 那李逵不慌不忙 趁着那大虫的势力 手起一刀 重重那大虫 憨下 那大虫不曾再斩再扑 一者护那疼痛 二者伤着他那气管 那大虫退不够五七步 只听得响一声 如到半壁山 灯时间死在檐下 那李逵一时间 杀了子母四虎 还又到虎窝边 将着刀 覆看了一遍 只恐还有大虫 已无有踪迹 李逵也困乏了 走向四周大圣庙里 睡到天明 此日早晨 李逵却来收拾 亲娘的凉腿 及圣的骨质 把布山包裹了 直到四周大圣安后 绝土坑葬了 李逵大哭了一场 有诗为正 以领西风揪月秋 雌雄猛虎聚林秋 阴江老母身驱淡 致是英雄血泪流 手指钢刀探虎学 心如烈火 报冤愁 立诸似乎微神力 千古传明 李铁牛 这李逵肚里又饥又渴 不免收拾包裹 拿了泼刀 巡路慢慢地走过领来 只见五七个猎户 都在那里收窝弓弩 见了李逵一身血污 行江下领来 众猎户吃了一惊 问道 你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 如何敢独自过领来 李逵见问 自肚里寻思道 如今以水仙出榜 赏三千罐钱捉我 我如何敢说实话 是谎说吧 答道 我是客人 昨夜和娘过领来 因我娘要水吃 我去领下取水 被那大宠把我娘拖去吃了 我只寻到虎巢里 先杀了两个小虎 后杀了两个大虎 四周大圣庙里睡到天明 方才下来 众猎户奇叫道 不信你一个人 如何杀了四个虎 便是李存孝和子鹿 一直打的一个 这两个小虎且不打紧 那两个大虎非同小可 我们为这两个畜生 正不知都吃了几顿棍棒 这条遗灵 自从有了这窝虎在上面 整三五个月没人敢行 我们不信 干誓你哄我 李魁道 我又不是此间人 没来由哄你做什么 你们不信 我和你上岭去 寻讨于你 就带些人去扛了下来 众猎户道 若端地有识 我们自得重重的谢你 确实好也 众猎户打起呼哨来 一煞时聚起三五十人 都拿了挠钩枪棒 跟着李魁 再上领来 此时天大明朗 都到了山顶上 远远望见窝边 果然杀死两个小虎 一个在窝内 一个在外面 一只母大虫 死在山岩边 一只熊虎 死在四周大圣庙前 众猎户见了杀死四个大虫 进阶欢喜 便把锁子抓付起来 众人扛台下领 就邀李魁同去情赏 一面先使人抱之理政上户 都来迎接着 抬到一个大户人家 换作曹太公装上 那人原是贤厉 专一在乡 放雕把烂 近来抱有几贯福财 只是为人行短 当时曹太公亲自接来 相见了 邀请李魁到草堂上坐定 动问那杀虎的缘由 李魁却把夜来同娘 到岭上要水吃 因此杀死大虫的话 说了一遍 众人都呆了 曹太公动问 壮士高姓明慧 李魁答道 我姓张 无惠 只换作张大胆 曹太公道 真乃是大胆壮士 不嫩的胆大 如何杀的四个大虫 一遍相较安排九十管带 不在话下 且说当村李德志 已领杀了四个大虫 抬在曹太公家 讲动了街坊道殿 哄得前村后村 山屁人家 大男幼女 长裙夜队都来看虎 入见曹太公相待着 打虎的壮士 在厅上吃酒 树中去 有离鬼的老婆 逃在前村 爹娘家里 随着众人 已来看虎 却认得李魁的模样 慌忙来家 对爹娘说道 慌忙来家 对爹娘说道 这个杀虎的黑大汉 便是杀我老公 烧了我屋的 他正是梁山坡 黑旋风李魁 爹娘听得 连忙来抱之李正 李正听了道 他既是黑旋风时 正是领候百丈村 打死了人的李魁 逃走在江州 又做出事来 行一道本县原籍追着 如今官司处三千贯赏钱拿他 他却走在这里 暗地使人去请的曹太公 到来商议 曹太公推到更衣 急急的到李正家 李正说 这个杀虎的壮士 便是领候百丈村里的 黑旋风李魁 陷进官司 着落拿他 曹太公道 你们要打听得仔细 躺不适时 倒惹得不好 若真个适时 却不妨 要拿他时 也容易 只怕不是他时 却难 李正道 只有李鬼的老婆认得 他曾来李鬼家 做饭吃 杀了李鬼 曹太公道 既是如此 我们只顾 至久请他 去问他 金藩杀了大宠 还是要去献请宫 还是要村里讨赏 若害他不肯去献里请宫时 便是黑旋风了 着人轮换拔斩 管得罪了 负在这里 却去报知本县 才都头来取去 万无一失 众人道 说的是 李正说与众人 商量定了 有唤兮杀词为证 杀雀凶人 毁雀房 西风林下 路匆忙 呼风猛虎 拒钱刚 割杀虽除村岭焕 前谋难免 报仇殃 脱离罗 脱离罗网 更高强 曹太公回家来款助李逵 一面且至久来相待 便道 世间抛撇 请勿见怪 且请壮士 截下腰间包裹 放下泼刀 宽松 坐一坐 李逵道 好好 我的腰刀已缩在此虎肚里了 只有刀鞘在这里 若是开拨时 可讨来还我 曹太公道 创世放心 我这里有的是好刀 相送一把 欲壮士玄带 李逵 解了腰间刀鞘 并缠带包裹 都递于庄客收住 便把坡刀 倚在壁间 曹太公 叫取大盘肉来 大壶酒来 众多大户 并理政烈户人等 轮番拔展 大碗大钟只顾劝李逵 曹太公又请问道 不知壮士 要将这虎 戒官请功 只是在这里 讨些激发 李逵道 我是故网客人 忙些个 偶然杀了这窝猛虎 不需去献李请功 只此有些激发便罢 若无 我也去了 曹太公道 如何敢轻慢了壮士 少客村中 连取盘缠相送 我这里 自借湖到县里去 李逵道 布山先借一领 与我换了上盖 曹太公道 哎呦呦 当时便取一领 细青布纳凹 就与李逵 换了身上的血污衣裳 只见门前 古响笛名 都将酒来 与李逵 拔斩作庆 一杯冷 一杯热 李逵不知事迹 只顾开怀畅饮 全不计 宋江 吩咐的言语 不两个时辰 把李逵 灌得 鸣顶大醉 立脚不住 众人浮到后堂空屋下 放翻了一条板凳上 就取两条绳子 连板凳绑住了 便叫李正代人 菲也斯去县里报之 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 补了一纸状子 此时轰动了以水县里 支县听了大惊 连忙声听问道 黑旋风李逵 拿住在哪里 这是谋判的人 不可走了 原告人并猎户答应道 险父在本乡曹大护家 卫是无人进的他 成空有诗 路上走了 不敢借来 只显随即叫 换本县都头去取来 九清前 转过一个都头来生惹 那人是谁 有诗为证 面阔眉浓 须便赤 双精碧绿 似凡人 以水县中青眼虎 豪杰都头 是李云 当下 支县换李云上听来 吩咐道 一令下曹大护装上 拿住黑旋风李逵 你可多带人去 密的借来 休要轰动村方 被他走了 李都头领台旨 下厅来了 点起三十个老狼土兵 各带了气血 便便便移领村中来 这以水县是个小去处 如何掩饰得过 此时机事上讲动了 说道 拿着了那江州的黑旋风 如今差李都头去拿来 朱贵在东庄门外 朱富家 听得了这个消息 慌忙来后面 对兄弟朱富说道 这黑丝又做出来了 如何解救 宋公明特为他成空有失 拆我来打听消息 如今他吃拿了 我若不救的他时 真的回寨去见哥哥 此此怎生是好 朱富道 大哥且不要慌 这李都头一身好本事 有三五十人尽他不得 我和你之两个 同心合意 如何敢尽帮他 只可智取 不可立敌 李云日常时 最是爱我 常常教我使些器械 我却有个道理对他 只是在这里 安不得深了 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 将十数瓶酒 把肉大块切了 却将些蒙汉药拌在里面 我两个五更带数个火加 挑着去半路里 僻静处等候他 借来时 只作与他把酒喝喜 将众人都麻烦了 却放李云如何 朱贵道 此既大庙 事不宜迟 可以整顿 及早便去 朱妇道 只是李云不会吃酒 便麻烦了 中酒醒得快 还有件事 躺货日后得知 需在此安身不得 朱贵道 兄弟 你在这里卖酒也不济事 不如带领老小跟我上山 一发入了火 论畅分金银 换套穿衣服 却不快活 今夜便叫两个火架 密了一辆车 先送七次和细软行李起身 约在十里排等候 都去上山 我如今包裹内 带着一包蒙汉药在这里 李云不会吃酒时 肉里多掺些 逼着他多吃些 也麻倒了 旧的李云 同上山去 有何不可 朱妇道 哥哥说的是 便叫人去 密下了一辆车 打拴了三五个包厢 烧在车上 家中粗雾都气了 叫魂家和儿女上了车子 吩咐两个火架跟着 车子只顾先去 救了李云 后面随即便来 有失为证 杀人放火灌为非 好似乌土 插翅飞 朱贵不识妖结计 订单家所入环飞 且说 朱贵朱妇 当夜煮熟了肉 切做大块 将要来拌了 连酒装作两担 带了二三十个空碗 又有若干菜书 也把要来担了 空有不吃肉的 也叫他招手 两担酒肉 两个火加各挑一担 弟兄两个自提了些果核之类 四更前后 直接将来辟进山路口坐等 到天明 远远的只听的敲着锣响 朱贵接到路口 且说那三十来个土兵 自村里吃了半夜酒 四更前后 把李逵被剪绑了 借将来 后面李都头坐在兜窖上 看看早来到面前 朱贵便向前拦住 叫道 师父接喜 小弟将来接力 桶内咬一壶酒来 针一大钟 上劝李云 朱贵拖着肉来 火加捧过果盒 李云见了 慌忙吓叫 跳向前来说道 贤弟 何劳如此远接 朱贵道 聊表徒弟的孝顺之心 李云接过酒来 道口不吃 朱贵跪下道 小弟已知师父不饮酒 今日这个喜酒 也饮半盏 见徒弟的孝顺之意 李云推却不过 略瞎了两口 朱贵便道 师父不饮酒 须请些肉 李云道 夜间已饱 吃不得了 朱贵道 师父行了许多路 肚里也激了 虽不重吃 胡乎乱请些 也免小弟 知休 紧两块好的 递将过来 李云见他如此殷勤 只得免疫吃了两块 朱贵把酒来 劝上户礼政 并猎户人等 都劝了三中 朱贵便叫土兵 庄客众人 都来吃酒 这伙男女 哪里顾个冷热 好吃不好吃 酒肉到口 只顾吃 正如这风卷残云 落花流水 一起上来 抢着吃了 李奎光着眼 看了朱贵弟兄两个 以之用计 故意道 你们也请我吃些 朱贵贺道 你是歹人 有何酒肉与你吃 这般杀财 快闭了口 李云看着土兵贺道 叫走 只见一个个 都灭灭思去 走动不得 口颤脚麻 都跌倒了 李云急叫 肿了忌了 恰待向前 不觉自家 也头重脚轻 晕倒了 软做一堆 睡在地下 当时朱贵朱负 各夺了一条坡刀 喝道 孩儿们修走 李云哥 两个挺起 坡刀来 赶这伙 不曾吃酒肉的 庄客 并那看的人 走得快的走了 走得迟的 就硕死在地 李云大叫一声 把那绑腹的 麻绳都正断了 便夺过一条 坡刀来杀李云 朱负慌忙拦住 叫道 不要害他 是我的师父 为人最好 你只顾先走 李奎应道 不杀的曹太公老驴 如何出的热口气 李奎赶上 手起一坡刀 先硕死曹太公 并李鬼的老婆 序后李正也杀了 兴起来 把猎户排头 一味着硕将去 那三十来个土兵 都被硕死了 这看的人和众庄客 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 却往深村野路 逃命去了 李奎还直顾 寻人要杀 朱贵喝道 不敢看的人士 朽只管伤人 慌忙拦住 李奎方才住了手 就土兵身上 剥了两件衣服穿上 三个人提着坡刀 便要从小路里走 朱负道 不好 却是我送了师父性命 他醒时 如何见得知现 必然赶来 你两个先行 我等他一等 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义 且是为人终止 等他赶来 就请他一发上身入伙 也是我的恩义 免得叫回县去吃苦 朱贵道 兄弟 你也见得是 我便先去跟了车子行 留李奎的路旁 帮你等他 只有李云那次吃的药少 每一个时辰便醒 若是他不敢来时 你们两个 休执迷等他 朱负道 这是自然了 当下朱贵前行去了 只说朱负和李奎 坐在路旁边等候 果然不到一个时辰 只见李云挺着一条 波刀 飞也似赶来 大叫道 强贼修走 李奎 见他来的凶 跳起身 挺着波刀来 斗李云 恐伤诸负 正是 又分叫 梁山坡内 天霜虎 聚意听前 倾似人 毕竟黑旋风 斗青眼虎 二人胜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